女学生打扮精致来进老院给老人读画本 甚至对方竟然一脸色眯眯的让他关着门 女孩乖乖照做 可下一秒老头就拿出了一些不堪入目的书 让女孩带着感情念给她听 单纯的女孩哪里懂老头的心思 于是听话的读了起来 老头让女孩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 这样就给她一个好评 让她下周在学校拿个好人好事讲 女孩不敢反抗 只能偷偷把这事告诉自己的闺蜜 闺蜜比她大一些 一下就听出来那老变态不玩好心 现在是1991年 很多人都不懂生理知识 但女孩留级的闺蜜已经早早步入了青春期 这天女孩突然好奇的问闺蜜 女孩自讨没趣 就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对于闺蜜她是喜欢的 可喜欢中也夹杂着羡慕嫉妒 即使闺蜜对肚子上的疤做出了解释 女孩也还是偷偷翻看岳父手册 想要找到闺蜜生过孩子的证据 可以找了一晚上也没能找出来 女孩的父亲和闺蜜的父亲是同事 都在警局工作 但闺蜜父亲负责带警犬搜救 女孩父亲则负责验尸拍照 女孩不喜欢父亲这份工作 每次跟父亲去买肉 她都觉得很丢脸 因为父亲会把猪肉里里外外检查个遍 不光是猪的脂肪颜色和皮肤淤血 还要看她的肌肉弹性和淋巴结 买个猪肉都要分析一下猪的死法和死亡时间 那女孩觉得她简直没事找事 可事实证明当发生凶案时 女孩父亲还是很有用的 她总会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先给尸体拍照 然后再做各种检查 这次死的是个女人 她被人杀害后丢失在荒草地里 女人的大腿上还有一个十字刀痕 在这小城里死人是件很能轰动全程的事 女孩所在的学校每天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就连校外的会会也时刻关注着此事 这天会会抓了个偷看女厕所的变态 她叫来当警察的父亲 想要把这变态带回局里 敢偷看女厕所 说不定就敢杀人 这变态被带回去好一顿神 甚至没几天 城里竟然又出现了一起凶杀案 这次的女士和上次那个死法一样 并且腿上同样有十字刀痕 看来凶手是个连环杀人魔 也就是说被关在局子里的变态并不是凶手 女孩父亲没办法 只能把变态带出去 她和同事借口下车买西瓜 以此来给那变态逃跑的时间 抓错了人又不能明说 只有用这种方法来放人了 小女孩第一次光顾那衣店 却指着强让大人穿的那衣说要买 但店员只是看了眼她 就给她递了一件小背心 女孩转身就走 她觉得店员是看不起自己嘛 女孩的闺蜜和她一个班 但看起来就像高中生一样成熟 早就穿上了大人穿的衣服 而且也喜欢闺蜜的人也很多 当她在校内受人欺负了 校外的伙伙就会冲进来帮她找场子 班里的人敢怒不敢言 只有女孩羡慕的不得了 那伙伙带她们去过一个防空洞 伙伙在下面写下了她爱闺蜜 虽然有点幼稚 但是对于初中女孩来说 刚刚好 女孩也希望感受一下恋爱的感觉 于是经常去野外唱歌 幻想着自己也是女主角 最近城里并不太平 接二连三有女人被杀害抛尸 女孩父亲是警察 她提醒过女孩很多次 不要往偏的地方跑 但女孩就是不听 结果这天她唱着唱着 就觉得不对劲 飞起屋子里传了一阵响声 她走过去一看 竟然看见同学在里边捣鼓录音机 女孩按下收听键 里边传来的竟然是她刚才的歌声 女孩这才知道 自己被这同学跟踪了 女孩父亲很快就把同学 带去警局审问 不过那同学还是未成年 父亲也不能拿对方怎么样 满心怒火无处发 女孩父亲就只能在女孩身上挑刺 你那带的是什么 把他给我摘下来 摘下来 给我 给我 中国式教育大多都是这个样子 当自己的孩子受欺负时 首先想的不是对方的问题 而自己孩子没有做好 毕竟苍蝇不钉无缝的带 听着爸爸的教训 女孩的心里阴云笼罩 从这天之后 她就变得谨小慎微起来 就连闺蜜叫她出去玩 她也不会在外面待太久 随着港风的兴起 闺蜜开始迷恋上卷发 她拉着女孩陪自己去烫发 还怂恶女孩也做了个发型 结果女孩做出来的 就像那六十岁大妈 还行 没你说的这么难看吧 姑娘 你 这下你满意了 可以更好地衬托你了 女孩实在气不过 于是在决定 而报复一下闺蜜 女孩只能在闺蜜推荐的理发店 没有烫出个满意的头发 她竟然气得故意整骨闺蜜 让闺蜜被老师罚债 谁来读下一段 老上一上台版书 诶 张雪 你想干什么 你不让我写版书吗 你 你 你再打过头去 闺蜜也不是好欺负的 她拿起扫帚就往女孩身上怼 结果老师看到后更加生气了 闺蜜也来了脾气 直接背着书包就离开了学校 此时的女孩还不知道 她的整骨将会给闺蜜带来多大的伤害 这一天之后闺蜜再也没有来过学校 女孩去闺蜜家找她 闺蜜父亲却说闺蜜去学校读书去了 女孩知道闺蜜和她父亲关系一向不好 她以为闺蜜是偷偷去找校外的霍霍了 就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甚至第二天那会儿会儿竟然也找来了学校 她问大家有没有见过闺蜜 可没人知道闺蜜去哪儿的 闺蜜一直想去海南 说不定是跑到那儿去了 没有了闺蜜在身边 女孩逐渐和喜欢她的同学走得近了 同学邀请她去家里听歌 她也毫不犹豫地去了 不料同学表哥也来了 他们要看些大人的东西 让女孩自己去屋里待着 女孩还不懂他们要干什么 不一会儿就看见 有警察闯进了门 女孩父亲将她捞出来后 训了她一晚上 谁家姑娘跑去和一群男孩子玩啊 父亲气得一宿没睡着 母亲也为此揪心了一个晚上 他们觉得青春期的孩子真难管 但他们却懒得深究 其中的缘由和过程 女孩变得沉默了许多 而她的闺蜜依旧不见踪影 直到一周后 女孩才被校长叫去了教务处 有警察来找她问话 问题是关于她闺蜜的 野外又发现了具女尸 因为夏天热 女尸的脸都身躯发烂了 辨不清身份 警察只能从失踪人员入手 但最近失踪的只有女孩闺蜜 所以那具尸体就被认作是她了 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校外的霍霍 她一直追求女孩闺蜜 她在防空洞里写过爱女孩的话 而那个防空洞 刚好就是闺蜜尸体被发现的位置 女孩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 警方立即逮捕了霍霍 闺蜜体内遗留的血迹和霍霍是一个血型 这年头DNA技术还没有腐积 想要破案 大多都靠盲猜和逼问 女孩就在一旁目睹着这一幕 她也不知道杀害闺蜜的人究竟是不是霍霍 可不知道怎么的 她就是有种预感 闺蜜没有死 果然一段时间后 女孩收到了一张明信片 上面没有标注记性人身份 但背面的海南风景 一下就让女孩猜到了对方是谁 闺蜜一直想去海南呢 会不会她没有死 只躲到海南去了呢 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女孩心头 可闺蜜没有回来 这个问题就无人给她解答 由于证据不足 或者在两个月后被释放了 而91年杀害了数人的连环杀手 直到2015年才被抓住 凶手是谁 我们不得而知 就像青春期的那些故事 为人父母的也从不知情 要等风浪过去 那些黑处的东西 才会慢慢显露出来吧 感谢观看